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端午节廉价的第一天 我们首先把镜头转到花莲县的鲤鱼潭 为期两天的2020世纪飞天龙鲤鱼展竞技 龙舟进度江连华活动 25号的上午在鲤鱼潭 龙龙的鼓声当中正式的启动了 县长徐真伟特别出席主持了开幕典礼 也和县议会进行了一场龙舟友谊赛事 县长徐真伟表示感谢乡亲 热情参与每年的龙舟竞技 今年共有60支的队伍 特别是体验组可以让乡亲感受端午的气氛 他指出花莲县市观光也是体育大县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夏恋、嘉年华、联合风年节都将在8月份举行 徐真伟邀请乡亲民众 共同来参与花莲的各项体育赛事与观光活动 尤其7月15号以后 开始整个花莲的观光活动已经开始动起来 无论是我们的红面鸭放暑假 或者是夏恋、嘉年华、联合风年级古王争霸战 以及我们全民运国际石雕艺术季 还有国际龙舟赛 以及我们泰鲁格马拉松 太平洋马拉松以及铁人三项都会陆陆续续展开 感谢大家每一年都在这里相聚 我们一起来守护花莲的健康、花莲的运动、花莲的美好 祝福大家这个鲤潭展竞技夺标胜利 活动一开始由县长许正卫带领的县补团队 与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所带领的议员团队来进行有议赛 由县长许正卫和副议长潘岳霞分别担任两队的夺起手 在全场加油声中两队几乎是同时夺标 有议赛结果县政府团队以协为之差率先领航得标 岸边相亲欢声雷动场面热闹也为竞赛揭开序幕 记者林杰寿风财谱报道